王中平夫婦拿著行動麥克風 深情對看唱得好開心 但使用這款行動麥克風的明星 可不只他們 就連台語歌王翁立友 也拿著這支行動麥克風 唱得渾然忘我 這款行動麥克風 曾經有國中生在網路上販售 找來許多網路紅人代言 紅極一時 沒想到這回引起 仿冒集團的關注 在網路上販售仿冒的行動麥克風 對 它沒有落過 它的圖樣就給它砍掉了 原來這兩名45歲的嫌犯 從大陸的淘寶網站上 批來仿冒的行動麥克風 在國內的拍賣網站上 假裝真品來販售 警方貨報到嫌犯的倉庫查契 查獲了將近千支的仿冒麥克風 試駕估計超過一千五百萬 合格的有NCC跟BSMI的認證 這個部分 房品都沒有做這些認證 所以損失估計還蠻多的 行動麥克風真假比一比 贈品試駕要三千九百九十元 房品卻只賣兩千五 開關上的提醒文字 贈品是英文 房品則是中文 保固卡一個是繁體 一個是簡體 根據警方初步統計 兩名嫌犯至少賣出了 兩千支以上的仿冒麥克風 獲利至少達上百萬元 本案查獲的行動麥克風 都沒有經過剛剛所述的 形式認證及審驗 所以可能會涉及 電信法的部分 在網路上賣仿冒品 謀取暴力 這下被警方抓到 進了監獄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聯員兵謝宥雲台中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